你不知道,官方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改强了 不用积极长起来,小积极也能很浓,很快弄满 说本命装备全部都改强,有便宜超多,没错就是 女王卢弥亚这把冲能爆裂流 把超秀对线的杀架甩掉醒028什么意思 队友都不辅助,就算了还几乎全部超低输出逆风 还一直打架下水脚 我们知道最高输出狂杀狂空的MVP 到底最新版就该有没有说过什么,就是狂杀的好好享受吧 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 嗨,我是MAT TEAM的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这英雄卢弥亚 他全部装备,这个什么球球,恶魔微笑 他这个暴力法杖,通通给他改强,打一把 可是一开始就遇上,都说不会辅助 都说不会辅助,然后就拿个双射手 就算了 你看一下这个比送 哎呀,一开始那些他们打 这两个射手小宋女打成怎样 我就不这个去 放给大家看 这个10颗人头怎么出来 怎么干出10颗人头出来 这么前期 没关系,我们这英雄其实对到对面 比方说,萨迦 话音微弱,下路又死去了 对到萨迦,真的很好用的各位小兄弟 在这版本,你有一个萨迦,他要飞上天 原本就该用谁压制 就是这个英雄,卢迷 三招都带空 飞上天 飞上天,我叫你飞你妈 比赶死掉 可是还是,有一个叶娜专门想要去干我们 很喜欢干我 回首已然是全队掉了17颗人头 好多 这个量那么多,如果是其他东西就好 怎么是 啊,掉人头 然后下面真打了啊 我们先看到打一个谁啊 打这个,萨迦吗 打飞机吗 哎呀,记得打他 哦,打飞机 再来过一下就这么干掉他了 爽 就是爽 要飞上天 我们就用卢迷 各位小兄弟记住了 他就飞不上天 完了,我们还能够在这版本 真的是不是改强 这个英雄的改强 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玄啊 风水的感觉吗 再来一干过去 为什么说这英雄没改强 可是又改强了 就是我们刚刚说嘛 是出装嘛 这个 我们的球球 第一件 多么便宜 恶魔的微笑 多么的便宜 刚刚又说 你们这些装备 现在出的 哦 要成型啊 快的一批 比起以前 我们不像以前一样 如米亚 大家也知道前期大招是脑痒痒的 看到这里一个大招 哦 他下来差一点点他有位移 毕竟是这版本点屌的艾鲁 给点尊重 躲在这儿 我刚才一个强一技能 干过去叶娜 哦 莫拉跟叶娜干 那当然老夫老妻了 又看到这儿小兄弟们来收割就对了呀 这里走位 躲掉对面的一下的圈圈 再来控制 三招待控 对面想要近身 你就很难让他们近身 除非他们是太监 太监要近身 那如果 真的是什么情况 我们这英雄绝对得缴线 就是没闪现 然后对面 有个一下 他圈中我们 真的没法搞 完全没法 怎么走嘛 走给我看 走不掉嘛 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这个战机 依然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人头掉那么多 对面那个肥到 整个鸡鸡都瘴起来了 看到对面 这一啊呀 一技能打到 一二一就刷出被动 可是史兰之又死去了 兵线先搞嘛 先别打嘛 这鸡鸡比对面小那么多 还跟人家干 人家都取笑你 没鸡鸡的 原来看不到你的鸡鸡那么小 再来看到这里全部人鸡鸡 我要开启大招吗 打个毛线 大招打 不痛 这时间点我们就要浓 浓起来再打 后面就来看我们发挥了 这里 一技能 一二一 这就打到女孩了 一个大招干过去 再来一个闪现 拉开消耗了 对面 哇 全部人 我们这里又要拯救一下世界吗 有兵线啊 沙家想飞上天排卵 一二一干他妈 逼死一个 还有对面 叶娜也被我们赵云给他操了 兔子不要中里啊 动一下嘛 如果刚刚他有动 我们上路就没有掉 不会掉 应该这么说 对不对 以为自己输钉啦 这个兔子 不要这样嘛 能打的嘛 看到下路这 哦 埃罗直接被控制住就缴械 上天都没法上 这版本对面两个想上天 上天上什么 我们又不是疏离啊 疏离就谁都可以上 因为他五路都可以走啊 我们这英雄就不是嘛 就不是你可以随便随便上 当对面撒迦一来 或者是说啊 对面有突进英雄 我们这英雄 技能甩他啊 各位小兄弟记得啊 有事没事 其实可以续着自己的被动 现在比较好看了啊 比较容易看 下面有两个格子啊 这样的话 你就更容易看一下自己 到底有没有刷得出这个被动啊 这里又看到这兵线 先把它给搞掉 先别打起来啊 我们还是浓浓啊 小兄弟啊 浓一点比较好啊 越浓对面就越张不开眼啊 这是没有视野的这个意思啊 我们就能够踩越深的视野啊 这个看到这呢 凯撒啊 还有40秒出生 小兄弟们 哎呀 不会先别先别先别 先别敲这个敲谁敲 哎 这个大招我开得很好啊 全部的视野给我开光光 一二一干 啊呀死 啊呀 两个干掉 再来可是我 哎 哎 怎么 我们反而是被收割 反 呃 没关系 啊 没关系 这波如果是 刚好五打五 我们就肯定能够搞得掉 一进了 哦 又是 各位小兄弟 千万要记得 鲁米亚一技能强化的那一下呢 她的那个射程呢 超乎你的想象啊 很远的 这样 Jelly 哦 你还想 你哦 我这 哦哦 这里会死吗 哦 啊 啊 这局就是这个时间点啊 14分04秒 我们就这里高潮了 赢了 不是没有赢啊 可是 刚刚那里就是展示一下给各位小朋友 也是 撒加 你就怎么打 吊打 有闪现 更加吊打 会武断啊 他武断很秀的 也没有 就这个就是英雄的 啊 相生相克啊 看到这对面 刚刚有耶娜想要切我们 我们他也切不进 而进了甩他 啊 他没霸体的时候就搞不掉 反倒是其实这里 已然三路全脱 我们很尽力的在干 啊 很尽力的在守 可是 这一个 张震 台北张震 这个小兄弟嘛 一出去 你看一下对面多肥啊 这没有血了 比起我们啊 这个机器多么的大 啊 这里还是一手大招 看一下对面 哦 一下想要干凯撒 这里哦 打起来 打起来了 我们要制约 这里可以打 哦 干掉对面 一个哦 再来哦 又断 断他 再断 又是吊打对面 我们对现在 撒击啊 就是这么高 然后一进二进呢 可是对面这个反应 好肥啊 我们又打扫 一个也没关系 其实结局 这局早就注定了 在这个后期 最后一波的时候 赵云没有过来 我们没有位移也走不掉 如果赵云过来 也是死路一条 因为这 没有 解控 什么都没有啊 其实也没关系 如果打得好 还是能够 可是四岗石 两个四岗石 其他都是杀的比 这个 死的 少啊 那如果是输出高 那就算了 可是这输出量 没关系 我们自己拿下最高输出 然后拿下MVP 就行了 各位小兄弟 有精力就行 他们有精力 也就行了 没关系的 最新版之中 他最适合他什么 英雄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这一位 查格纳 查格纳这英雄 有着团体免控减伤效果 如果搭配我们 对面就没有团战免控能力了 在A牌以上的牌位 那可以依赖我们的控制配合 大象的大招 让队友可以安全输出 最大的第二个英雄就是 小青 小青拥有强控制能力 可以配合我们在团战中 小青先手踢对方英雄 我们在大招配合 可以打出非常高的伤害 压制什么英雄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 超人 我们自身拥有许多控制能力 如果超人强切进入 我们就可以利用 二技能瓦解他的被动 再利用技能 持续控制 让超人无法触发被动 压制的第二个英雄 就是这一位 萨迦 同样的道理 萨迦很怕被断掉他的 这上天 那可是我们偏偏就是三招待控 断他上天 岂不容易 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 第一个就是 潘因了 虽然我们可以甩开敌人 可是沉默了 就没法甩了 潘因直接进场 完美收割 压制我们的第二个英雄 就是这一位 相生相克 萨迦 既然三招待控 那我们最怕的 就是一些免控型的英雄 萨迦 团体免控 就是这么厉害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MATIME的 我喜欢影片的话 我们留言给点赞好分享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